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32课了 这就是Lesson 32 Galileo Reborn 伽利略重生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个科幻小说 其实这是一篇有关科学史观的这么一篇文章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跟老师读一下生词和端语 Now please open books at page 188 188页 咱们跟老师读一下生词和端语 Now read And ask me 跟我念 Controversy Controversy Dust Dust Clash Clash Inquisition Inquisition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Despise Despise Aristote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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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stotel Tolome 注意这个词前面这个词前面这个P不发音 不要读成Putolome不对 再来一遍 Pol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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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erCurrent AnderCurrent AnderCurrent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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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第一个T是要吐舌头发 Pol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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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着话了 在里面 Theoretical Theoretical Potentiality Potentiality In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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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不要读成Intimate 如果是Intimate 就是24个甲骨的动词叫暗示 动词AT一发ate 形容词发it 在里面 Intimate Intimate Familiarity Familiarity Culpable Culpable Spiral Spiral Nebula Nebula Scratch Scratch 注意着话 S 后面中读 声带一定要震动 所以即便是读慢了 也不要读Scratch 而是SK SK 轻轻的还是能听出来区别 在里面 Scratch Scratch Contrivance Contrivance Distort 同样的不要读成Distort 因为S 后面中读 声带要震动要着话 在里面 Dist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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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极了 这是这个书的声词和端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看看这个书的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 咱们就看一看 跟老师下词先读一遍 Controversy 再来一遍 Controversy 表示争论或者论战 尤其是大规模的 旷日持久的 很多人参与的论战 咱们先看一看这个词的精确的英文解释 看屏幕 什么叫Controversy呢 A serious argument About something that involves many people and continues for a long time 就是非常一个严肃的 或者是非常严重性的这么一个讨论 双方讨论比较激烈了 关于模式的讨论 那么卷入了很多很多人都参与了 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 就是很多人参与的持久而激烈的这么一个论战 这个叫Controversy 这个词我们要会用的话 咱们最好通过句式积极搭配 积搭配单词就活了 比方说通过例句来看一下 这句话说 Euthanasia continues to be an issue of much controversy 这里面可能有一个生词叫Euthanasia Euthanasia叫做安乐死 这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事的 这个THR图说 这个声音在里面 Euthanasia Euthanasia 后面出现固定搭配 叫做an issue of much controversy 一个富于争议的问题 就很多人都议论纷纷看法不一的这么一个问题 叫做an issue of much controversy 这个搭配可以背起来 再一个词说 Reports in today's newspapers have added fuel to the controversy 今天在报纸上的这些报道 使这个争论更加激烈的 使争论更加激烈 这个答复叫add 大家一般过去时加了ed了 fuel就燃料 往这个争论里加燃料 这不是火上浇油了吗 使得某个争论更加激烈了 叫add fuel to the controversy 往里面加燃料 这个搭配顺便也可以记住 再一个词说 The movie has sparked or provoked or stirred a controversy over homosexuality 这部电影激起了对于同性恋的这么一个大规模的争论 激起了一个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争论 这个激起可以用动词spark 或者动词provoke 或者动词stir 这个stir可以表示搅拌的意思 咱们二十四个讲过 哎 搅拌 那么spark就点燃了 provoke本来就激起了 那么惹怒了 激起了 激发起了 挑动起了 激起了对某种争论 这个答复叫spark 或者provoke 或者stir a controversy over something 后面这个同性恋 咱们跟老师也大声来读一遍 homosexuality homosexuality 尽管字典中文是homosexual 但st碰到了后面ye 那个you前面那个ye 要反正发音的变化 变成sh这个声音 正如this year 咱们都认读this year 要把s变成sh是一样的 再读一下这个同性恋 homosexuality homosexuality 激起了对某种争论 可以用它 这是我们非常中文的名词 叫controversy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形容词 就是引起争执的 非常富于争议的 这么一个形容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中英后语了 慢慢来 controversial controversial 叫做富于争议的 很有争议的 比如说 a controversial issue 一个富于争议的问题 a controversial topic 一个富于争议的一个话题 大家谈到比如什么宗教啊 什么政治啊 就容易引起争议 这么一个话题 或这么一个问题 叫controversial 形容词 比如说 he is a highly controversial figure in the art world art world 这个大部分在24个讲过 叫艺术界 他在艺术界是一个非常富于争议的人物 figure这个词可以表示重要人物 a political figure 一个政治人物 political figure 那么a highly controversial figure 一个非常富于争议的人物 这个富于争议的叫controversial 这个词顺便可以把它记住 刚才讲了 这个controversy表示很多人参与的 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论战 那么在生活中好多词跟它类似 我们看看几个 另外几个跟争论相关的词汇 比如说 有一个名词 我们先大声读起来 debate debate 这个词一般都用它表示正式的辩论会 一般都用它来表示辩论会 叫debate 比如说你看 international varsity debate 叫做国际大专辩论会 这个varsity可以表示大学 但是这个varsity表示大学 不能用在专门的大学名字里面 像university college可以用于大学名 但varsity这个词不能用于大学的名称 就国际大专辩论会 debate表示正式的辩论会 那么还有跟它类似的比较激烈的争执 叫dispute 争执争端 争议 但是这个强调比较激烈的争执 但未必是很多人参与 我们大声跟老师再读一遍 dispute 争议争执 比方说 the children's dispute ended in a fight 这些孩子们最后这个争执啊 最终答起来了 and 做动词表示最终结果怎么样 我们经常给大家借词端语 and in fight 就最终答起来了 and in court 就最终打官司了 我们跟法院那个词也行 还有我们看固定搭配叫 be beyond dispute 叫做是不容置疑的 没有任何争议的 这个固定搭配 无可争辩的 不容置疑的 可以把它记住 就超过了能置疑的范畴了 无可争议的 不可置疑的 我们看例子 China's claims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钓鱼 islands are beyond dispute 中国声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 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就中国对于钓鱼岛主权的 这个声明或者声称 是不容置疑的 无可争辩的 中国当然是钓鱼岛的主人 这个答案就be beyond dispute 顺便可以记住 叫不容置疑的 无可争议的 那么还有人与人之间的 这个纷争不和 这个顺便可以把它记住 人与人之间的不和或者纷争 注意在前面 我们大声读一下 discord discord 这个字表示 人和人之间的纷争 或者是不和 这个也好记 因为cord 这个字根本身就是表人的心或者东西的和心 dis表示从中间四面八方分散开了这种感觉 心分崩离析了 大家彼此心离析了闹离析了 就是纷争或者不和 比如说 money is the biggest cause of discord in marriage 钱呢 是在婚姻中 这个闹夫妻双方闹离析 闹纷争 闹不和的 最主要 最重大的一个原因 discord 比较人与人之间的纷争 或者不和 记住心散了 四面八方散开了 叫做再读一遍 discord 好 那么跟他类似的还有好多 比如大家可能很熟悉的词叫conflict 叫冲突 双方的冲突 多方的冲突 这个直接记搭配 叫thebe in conflict with 这个in conflict这个搭配 我们在21课 威廉·埃萨特和早期西部片怎么见过 这个搭配呢 我们再看看例子吧 Union leaders are still in conflict with management Union leaders可以表示我们功愧的领袖了 与那管理层依然有冲突 双方矛盾不能调和 没有能讲和 management表示管理层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这是与什么什么有冲突 有这个这个有 双方有矛盾 有冲突可以用它 那表示人与人之间 组织之间的这个矛盾分歧冲突 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个词 就是你一听着声音就好像那两个东西撞到一块 大声来一遍 clash clash 这个clash本来可以表示刀剑的撞击声 当当当 这刀剑并取刀剑的撞击声 比如说 a clash of swords 就是刀剑 这剑和剑当当当装到一块了 注意剑不要读sword w here is silent w是不发音的 都能sword 我英文都能sword a clash of swords 就是刀剑的抨击声 那拍声音的表示双方 这是刀对掏 刀枪对枪 分成双方的不和 双方的矛盾冲突 都可以用它 你比如说 看例子 violent clashes between police and demonstrators demonstrators 就是示威人员 police 就是警察了 警察和示威人员之间爆发的激烈的冲突 就和刀剑撞击当当当 撞到一块一样 please这个词本身是复数 不能再加s 这是做其他的比喻也行 你比如说 personality clash 双方的性格冲突 性格不和 两个人性格又冲突 culture clash 表示文化的冲突 文化之间不融合 都可以用clash这个词 跟它类似的 还有一个 表示双方或者两个人 或两个组织之间的冲突 还可以用碰撞这个词 三个都是c开头的 我们在大声度下 collision collision 这个叫碰撞 我们在第三册第十课应该见过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吧 the play represents the collision of three generations 这部戏剧 它表现出了什么呢 它表现出了三代人之间的冲突 represent就呈现出了 表现出了这么一个 三代人之间的冲突 collision 咱们回顾一下这三个 表示双方的冲突 矛盾不合的词都是c开头的 分别是第一个conflict 第二个刀剑撞击clash 第三个碰撞 collision 这个词咱们第三册第十课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 应该讲过 好这个重点词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尘土 但是本文中最重要的派生意就是骚乱或者混乱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dust dust 表示尘土或者骚乱或混乱 但注意尘土 它是微末状的东西 所以不可数 不可数名词 咱们先看一个在什么牧师 在葬礼上常说的这么一句话 叫做ashes to ashes and dust to dust 成归成来 土归土 我们从泥土中来 最后死了之后又回到泥土里面去了 大家发现有趣的是这个ash 这个灰可能只烧成灰 还是一片一片的还能数 这个土是彻底数不了了 所以这ash是可数名词 可以用复数 但to dust 不可数 他为什么说成归尘来土归土呢 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上帝对我们说的 for thus thou art and unto thus thou shalt return 因为你们本来就是灰尘 所以最终呢 你们还要进入到灰尘里面去 成归尘来土归土 灰尘成 就是尘土中来 最后死了以后 在一泼黄土之中去 这个thou 是古语中的那个you的主格 当代主格 冰格都用you 但古文中主格用thou thou 冰格呢用the thee 咱们一下记得 I love thee 我爱你 那就古文了 主格当代英语中you're 古文中thou thou thou 叫你的 那and unto unto 就相当代英语中的into into into thou 还是you shalt 就是shall 将的意思 因为你本来就是灰尘 最终还要回到灰尘之中去 注意这个灰尘 是不可说明词 dust 那么我们看这dust 还可以做固定的搭配 叫做 尘封已久 闲置 叫做 get a dust 或者clack dust 就在那儿好像接灰呢 慢慢聚集起来灰 就尘封了 一直没有被用过 长时间没有用过 上面接了一层灰 这个感觉 我们读一下 get a dust collack dust 长期闲置 一直没有被用 比如说 my guitar has just been gathering dust since I injured my hand 这自从我上了手之后 我这个吉他 一直都在那儿 闲置不用 闲置放在那儿 叫接灰 get a dust 或者clack dust either one is clay 两个都可以 这是表示灰尘 它本来的含义 但是本文中呢 我们是做派生意 是表示这个纷争 双方的纷争冲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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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骚乱 混乱的状态 就是好像 烟尘抖乱的感觉 对吧 我们看例子 而且表示这个 混乱 骚乱 纷乱 纷争的这么一个状态 经常跟动词 settle 来搭配 settle 就平息了 纷争 混乱 骚动的状态 平静 平息下来了 我们的大巨大的纷争 没有了 平静了 平息下来了 你看看这个句子 It will take some time It will take some time for the political dust to settle in that country 当然这个dust 和这个派生意 我们看的 依然是不可宠名寸 我们说将会花费 一段时间呢 才能使那个国家的 政治上的纷争 平息 纷争 平息 叫dust 我们叫settle 好像尘埃落定的感觉 settle不是落下来了吗 落到地面上了 尘埃落定 就纷争 止息了 这个感觉 再比如说 the scientific dust has long since settled 这是在本文中 出现的一句话 一会儿我们在 科文里会碰到 就是科学上的那些 纷争 或科学上那些 混乱的 大家争执不休的 这个状态 早已平息了 long since 是个固定搭配 一会儿科文中会说 早就怎么样了 科学上的纷争 早已经尘埃落定了 已经平息了 大家已经没有 不同的意见了 是这么一个状态 甚至我们再看 看看这个有一个 比较有历史悠久的 一个美剧 就好多年前的 一个美剧 叫做绝望的嘱咐 叫Desperate Housewives 这个里面有这么一个片段 也出现了这个纷争 而且也是跟 这个平息搭配的 我们先听一听看 大意是什么 Once the dust settles, you'll kick up some more, because you don't know how to just be happy. 我们把这片段看一看, 看个究竟说了什么, 先去看个原本。 这个第一开始是胖女人对着兽女人说, 这兽女人呢,咱们用黄颜色的, 她说, After hearing your whole history with Mike, it doesn't take genius to figure out what the problem is. 就在听了,你跟Mike两个人整个这个历史就情史了, 之后呢,不需要一个天才, 也能搞明白究竟问题是什么, 这两个人出问题了, 这个take可以表示需要, 咱们以前讲过, it takes 20 minutes to do it, 要需要20分钟来做这个事, take就需要, 不需要天才,figure out, 搞明白这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这兽女人说, what is it, 是什么呢, 我们都不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呢, 这胖子说了, 胖女人说了, you, 问题就是你, 为什么呢, you don't want to be happy, 你根本就不想快乐, 我们说, you're a drama junkie, 你就是个戏迷, 爱看戏的家伙, 这个junkie是个礼语, 可以表示过分迷恋某个人或事物的东西, 不过分迷恋某个东西的人, 我应该说, 就是迷了, drama junkie就是戏迷, 爱看戏, 爱看连续剧, 这么一个人, 我们说, when there's no drama, you created, 当生活中没有戏剧的时候, 怎么办呢, 你自己制造戏剧, 什么意思, 没事找事, 平静的生活, 故意要搅起波澜来, 就这么一个, 所以你不能快乐, 接着看, 他说, you sleep with your ex-husband, you cheat on a coma victim, and now you're hiking up the mountain, after a guy who has no idea you're coming, 你跟你的前夫, 现在还在睡觉, 藕断丝连的, 你呢, 对一个, 现在这个, 已经陷入昏迷状态的, 这名受害者, 对的不忠, 咱们讲过, cheat on somebody, 不是欺骗某人, 是对伴侣不忠, 跟别人通奸, 就cheat on, he cheated on his wife, 他跟别人通奸, 背叛了他的老婆, 这么说, 就是你现在老公, 陷入昏迷状态, 你看, 你觉得他不好了, 又跟前夫去睡觉了, 你自己不制造戏剧生事吗, and now you're hiking up the mountain, after a guy who has no idea you're coming, 现在你跟着另外一个人在爬山, 这个人都不知道, 你来了, 这做一个比喻了, 就现在你又要追别人去了, 这人在前面走, 你跟着人走, 就追另外一个男人, 你看你现在的老公, 现在昏迷状态, 你不照顾他, 跟前夫睡觉, 然后同时呢, 又在追另外一个男的, 就是水性洋化吗, 不能快乐, 你自找的, 他不说, who knows, maybe this guy will take you back, 谁知道呢, 也许这个人呢, 能再次接受你, but once the dust settles, you kick up some more, because you don't know how to just be happy, 他说, 但是一旦这个纷争止息了, 这个混乱的状态, 动荡的状态, 纷争的状态止息了, 尘埃落定了, 就生活再次归于平静之后, 怎么办呢, you kick up some more, 你自己又会生事, kick up也是跟前面大似搭配的, 又双关了, 这个尘土落下之后, 你再不回尘踢起来, 再踢起回尘来, 就自己又要生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如何才能快乐, 快乐平平淡淡, 就是生活中最大的快乐, 成天生事, 找刺激, 到最后痛苦的, 还是自己, 怨得谁来呢, 都怨你自己, 你看, 灰尘平息了, once the dust settles, 这个settle确实跟dust搭配比较多, 咱们把这片段再看一遍, 看个能不能, 就像听两个中国人在对话一样, 听听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好, 再来听一遍, After hearing your whole history with Mike, it doesn't take a genius to figure out what the problem is. What is it? You. You don't want to be happy. You're a drama junkie. When there is no drama, you create it. You sleep with your ex-husband, you cheat on a coma victim, and now you're hiking up a mountain after a guy who has no idea you're coming. Who knows? Maybe this guy will take you back. But once the dust settles, you'll kick up some more, because you don't know how to just be happy. 好, 我们看到这是这个灰尘, 它的本意和重要的一个派生意, 这个词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这个透视法, 或者派生意更重要, 视角角度看法, 本意表示透视法, 就是我们画画的透视法, 在中国画中对这个并不太讲究, 但西洋的素描啊, 油画啊, 讲究画出来是立体的, 什么叫透视法呢? 近大远小, 我们画一个素描, 在图画中间靠上一点点一个消失点, 把线条拉出来, 这个数离我们越近就越大, 越远就越小, 你站在这个角度, 这个数高, 那个数就显得小了, 你换到这个角度, 那离你近的数高, 离你远的数又变得小了, 所以这透视法, 就好像画中画来是立体的一样, 那派生意呢, 就看待事物的视角, 观点或者看法, 对不对, 我们画画站在这, 就看到的景象这样的, 换一个角度, 看到景象不一样了, 视角, 看法, 这个时候, 记忆切词搭配, 首先记录后面的切词, 对于某事某物的这个看法, 视角, 观点, 咱们用perspective后面加切词on就好了, 比方说, 看一个例子, The book deals with a woman's perspective on revolution, 这本书描述的是, deal with, 咱们以前说过, deal with可以表示, 一本书, 一篇文章, 内容是关于什么的, 大家还记得吗, 内容是有关什么的, 这本书是关于描写什么呢, 描写的内容是, 一个女人对于革命的视角, 一个女人对于革命, 她观察的这个角度, 她的看法, 她的观点, 这叫perspective, 叫on, 如果我们还经常说从什么什么角度, 这个时候经常跟借词from搭配, 就perspective前面这个借词跟from, 比如说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从历史的角度,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从全球性的这么一个角度, from a financial perspective, 从金融的这个角度,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角度来看, 是从什么什么角度, 跟from, 这是前置定义这个from,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the problem needs to be looked a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这个问题需要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待, 这个从什么什么角度, 记住, 切词加from就好了, 所以perspective表示, 视角观点看法, 后面一个切词, 前面一个切词, from就好了, 生活中也经常有些词跟他可以替换, 类似的词, 比如说, 视角角度可以用这两个词, 非常好记, 第一个就是几何里面的角度, 我们大声度一下, angle, angle, 第二个就是立场嘛, 从我们这个立场站的这个点, 非常好记, 观点立场, standpoint, standpoint, 记住, 他们的切词搭配一般也是跟前面加一个from来用, 比方说看一下例子, try looking at the problem from a different angle, try doing是是的做, try to do是努力去做, 在这试试, 试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来观察这个问题, 从一个不同角度, from a different angle, 也就像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是一样的, 再来说, I think from a political standpoint, it was a particularly bad idea, 我从一个政治的角度来看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这么一个想法, 从一个政治的角度, 就from a political standpoint, 这几个搭配可以放在一块, 我得记住, 好, 这个视角观点角度, 跟老师就看在这, 好, 下面我们接着看下面一个重点词, 这个词叫做对某个东西的熟悉, 或者是通晓, 或者对某个事物的精通, 都可以, 对人对事物的熟悉, 精通, 通晓, 这个都可以,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familiarity, familiarity, 对某式的熟悉, 通晓, 精通, 就是这个每一个细节都特别了解, 面面俱到, 那么经常在后面跟接着with搭配, 这个基础搭配, 这个单词才真正是会用, 比如说看, Alan's familiarity with music is astonishing, Alan这个人, 对于音乐的这个熟悉和通晓, 真是令人惊讶, 这简直是个行家里手啊, 大事业精, 对音乐太内行了, 对什么熟悉, 精通, 通晓, 我们家借词with, 这个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我们再看一个, 一所说的一句谚语,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by Aesop, Aesop就是所写这个, 一所预言的那个一所,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熟悉会导致鄙试, breeds本来是来自动词breed, 就是服育养育生孩子, 那么熟悉会生起来鄙试这么一个孩子, 就是熟悉会制造出鄙试, 或者导致鄙试, 什么意思呢, 我们离远看觉得, 哎呦, 好伟大呀, 哎呀, 好了不起哦, 就离近一看, 哎, 不就一般人吗, 就是阳过其实的这个人, 熟悉会造就鄙试, 当年那个拿破仑, 他的老婆说, 全世界的人都崇拜我老公, 就我鄙试他, 就是臭男人一个, 有什么区别, 熟悉会造就鄙试, 离远看, 静看到他的伟大一面, 离近看, 身上的缺点都看到了, 是这么一个, 熟悉通小, 叫familiarity, 哎, 可以同时记住, 他的形容词形式, 大家可能对这个熟悉的本身, 也很熟悉, 就是形容词familiar, familiar有两个搭配, 第一个是somebody be familiar with something, 而或是something be familiar to somebody, 第一个是某个事情, 这个某人呢, 对某个东西很熟悉, 第二个呢, 是一个某个东西对某人来说很熟悉,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两个发音都行, 就字母l, 可以当一个l来用, 一个当两个l来用, 当一个l来用, 读着familiar, familiar这个声音在里面, familiar, familiar, 这么来读, 当两个l来用呢, 就第一个familiar, familiar就个l, 我们还有一个l, 一个l当两个l来用, 这么读, famil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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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听到, 就是熟悉的, 但注意介绍搭配, 比如说, many readers are familiar with the name Harry Potter, 很多读者对于哈利波特这个名字, 非常的熟悉, 这某人对什么东西很熟悉, be familiar with, 当然英国人都说Harry Potter, Harry Potter, 美国人叫Harry Potter, Harry Potter, 可以这么说, 到过来呢, the name Harry Potter is familiar to many readers, 哈利波特这个名字, 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很熟悉, 注意, 这次达配不一样, 这个容易错, 那么熟悉精通通晓, 表示对某个东西特别特别了解, 但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词汇, 程度就差一些了, 叫acquaintance, 对于什么什么的了解, 但是程度可能就不如familiarity那样的深了, 就对某人某事物的了解, 但往往呢, 不是特别了解, 就是知道这个事, 但是不是特别特别熟悉, 这个感觉叫, 再读一遍, acquaintance, acquaintance, 通过句子看大飞, my acquaintance with Spanish literature is rather limited, 我对于西北亚文学啊, 这个了解相当有限, 对于某个东西了解, 叫my acquaintance, acquaintance, 后面接词搭配叫with, 当然acquaintance就可以表示熟人, he is one of my acquaintances, 他是我的一个熟人, 也用他, 但表示熟悉, acquaintance这个词, 可以一般当不可数名词, 熟人就可数了, 再比如说, I'm afraid I have only a passing acquaintance, with baroque music, 我说我恐怕啊, 我这个对巴洛克音乐, 仅仅有一知半解, 这个有一知半解, you have a passing, passing就是一过性的短促, 做短促而不经意的, 大家记得这个passing, 我们在这个第三十个海底探险里边曾经讲过,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我恐怕对于这个巴洛克音乐, 仅仅有一知半解, have a passing acquaintance, 解释不变依然加with, 这些闪闪发光的, 简直是金子般的搭配, 刚好是金黄色的, 把它记住, 当你想着金子, 别想着另外一个金黄色的就行了, 这是好东西, 后面加with, 巴洛克音乐, 我们读一下, 是这么读的, baroque music, baroque music, 都用这baroque, baroque, 就像亨德尔, 巴赫, 这种巴洛克音乐, 这个我们看熟悉通晓, 这么说, 那对于什么什么, 认识, 了解, 这个搭配叫be acquainted with, 注意, 这只有一个with, 对什么什么熟悉, 只有一个with, 他不能说某人对什么来说很熟悉, 某个东西对某人来说很熟悉, 他不能倒过来用, 他不像familiar两个方向倒过来用, 他只能表示某人对另外一个人或东西很熟悉, 他不能说对某人来说很熟悉, 那不行, 比如说, I'm not acquainted with the lady, 我跟这女的不熟, 这个我不认识她, 我不了解她, 可能偶尔见过一面, 但是两个人不熟,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she is well acquainted with classical literature, 这个女人对于古典文学非常的熟悉, be well acquainted with, 你看第一个是对人了解熟悉, 第二个是对某个东西, classical表示古典派的, 注意classic表示经典的, 没有al以后, classic经典的classical是古典的, 好, 这是我们看到熟悉通晓相关的词汇, 可以放在一块, 不得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我们给老师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后面最后一个, 就是应受谴责的, 应受处罚的, 这是本科书最后一个重点词了, 跟老师大声在对面, culpable, 因受谴责的, 应受处罚的, 用这么一个词, 这是一个比较文奇的一个书面语, 我们先看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culpable negligence, 应受谴责, 应受处分的, 这个疏忽大义, 这个疏忽造成严重后果了, 应受批评, 谴责, 甚至应受到处罚, 这是这么来说, 这是culpable当定义来用, 它当表语来用, 后面加借词for, 这个记住, be culpable for, 应该对某个事情来负责任, 这个是他做的事情, 应该负责任, 这个非常类似于更通俗的be responsible for, 这个结构, 你比如说, we are partly culpable for the state of events, 我们对于这个事态, 应该某种程度上负责任, partly就是部分的, 某种程度上, but not totally, 并不是完全的, 我们某种程度上, 应该为这个事情的状态, 事态了, 为目前的事态负责, be culpable for, 可以跟这个同时记住, 还有个搭配叫谴责某人, 谴责某人这搭配叫hold somebody culpable, 注意这是谴责某人, 作为固定搭配可以背下来, 也比较正式地表达了, 你比如说, he was held culpable for what had happened, 他为这个发生的事情, 受到了谴责, 他被谴责了, 叫be held culpable, 用这个搭配, 这是应受谴责的, culpable, 几个固定的装用法, 那么他的名词形式, 就是有责任, 有罪, 该受惩罚, 这么一个抽象名词, 大声来对一下, culpability, culpability, 有罪, 有责任, 该受惩罚, 这个抽象词, 也是不可数名词了, 比如说, after the accident, the company refused to accept culpability, 在这个事故之后, 这个公司拒绝承认, 他们要负责, 应受处罚, 这么一个状态, 叫culpability, 就是拒绝承认, 他们自己该负责, 拒绝承认, 这公司有罪, 有过失, 叫culpability, 顺便可以记住, 我们可以记住通俗版本, 就是be responsible for, 也是对某个坏事, 应该负责任, 他应该负责, 这个大家就更熟悉了, 就读一遍就好了, responsible, 注意切词, 依然加for, 比如说, 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ccident, 他对这些事故, 应该负责, 你看他连这个, 谴责莫人这个搭配, 跟culpability都是一样的, hold somebody responsible, 还是谴责莫人, 这个意思, 谴责莫人, 比如说, 我们刚才, cobability看了被动, 这看一个主动的, he held me responsible, whenever anything went wrong, 无论何时, 只要是事情, 任何事出问题, 他总是谴责我, 指责我, 说都怪我, hold somebody responsible, 那我总是要被谴责呢, I am always held responsible, for what had happened, 我总是被发生的事, 就要受到谴责, 叫be held responsible, 可以用这个搭配, 这是表示, 谴责莫人, 还有呢, 我们一个讲过的, 该受谴责, 应负责任这个状态, 可以用responsibility, 这个名词, 表示, 应该受谴责, 该负责任, 这么一个状态, 当然也可以表示, 某人对某事情, 负的责任, 负的义务, 这也行, 在这也可以表示, 应受谴责, 应该负责, 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跟culpability, 意思完全一样, 也是不可处名词, 我们看例子, terrorists have claim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bomb attacked, 这个恐怖分子, 对这起炸弹袭击声称负责, 这个就是我们, 是我做的, 这个是我负责, 这个状态叫responsibility, 可以把它同时击中, 好, 这是我们三十二课, 重点的生词和短语,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生词短语就看到这里, 我参加冠写捷, 但你看看这些软 ought健人的虚怕不停什么事有, levazte区买土部和自己的区买地, 所以 Bape请问他,